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新剧出现前同事 细看李己,孟茴,陈晴令 在最近更新的《风起落阳》中 王一博所饰演的白李红毅为了出内卫府 那是绞尽脑汁的捣乱 一会儿要吃爆鱼羹 一会儿说练功的那位下盘不稳 一会儿又说写文的运笔不端 笔风无力 再就是说内卫府斗拱错了 总之,那是搅得内卫府众人不得安宁 于是,白李红毅被关大牢了 而被关大牢后 牢中一个叫李己的一个人 却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倒不是其他 大概率是这个演员有些眼熟罢了 要知道这位演员名叫汪荣 除了这个角色与白李红毅在狱中相遇之外 他与王一博还有一层渊源 王一博饰演的蓝望鸡的腿是他打断的 在《陈情令》中 王一博饰演的蓝望鸡因为不愿意交出阴体 而被带人来围剿的温序派人打断了腿 由此在不业天时 才会有与魏无限有着背与不背的探讨 看到在狱中的李己因为背上杀人的冤案喊冤的时候 不少认出这位演员的网友们都在表示 那确实应该关进大牢 说实话 对于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物能被大众认出来 很多人也是表示震惊的 因为不论是在《风起洛阳》中就出现了短短几分钟 只是讲述一下胡人死去的细节 还是在《陈情令》中出现远远低于他弟弟温潮 这样一个戏份不多的演员都能被网友们串联起来 可想而知 《陈情令》 这部剧究竟被大家看过多少遍 才能时隔两年依旧认出剧中人呢 相信能在《风起洛阳》剧中看到汪荣 王一博本人也是感慨万分 在拍摄《陈情令》时 是所有人都拼着一股劲 大家都不知道这部剧究竟能不能播 只是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演好自己的角色 《蓝忘机》也好 《温序》也罢 都在《陈情令》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为对于《陈情令》的观众来说 不论主演 配角 他们都能深深记住 哪怕云深不知处的一个看门小哥 哪怕为无限用陈情召唤出来的一个出场了五秒的女鬼 哪怕那头驴子 如今《陈情令》已经播出两年多了 剧中人物都在他们的世界中安好 演绎他们的演员也都塑造了其他不同的角色 一如王一博 《蓝忘机》《景形寒光》 《谢允四溢江湖》 《百里红艺》聪慧锐敏 网友们早就能区分开来 而汪荣的温血横行狡诈 离极只是个小小伙计 被关大佬与《百里红艺》有了一席交谈 却能让观众想起《陈情令》来 是《陈情令》的成功 也是汪荣的成功 演员早已向前走 他们将自己的角色一次次在剧播完后留在了他们的世界 无论他们的角色是好是坏 是主演还是配角 但是 还是有一部分观众 依旧忘不了那个夏天 时隔两年 《陈情令》家宴都重开了 谁又能说 忘不了那个夏天的只有观众呢 也许王一博在拍摄《风起洛阳》 看到汪荣的时候 也会想起 在自己是蓝忘鸡的时候 自己的腿是对面牢房里的那个人呢 下令打断的吧 中文字幕——YK 《陈情令》 中文字幕——YK